但是現在被說這兩個長得好像蠻像的 隔了兩年神相似 他們覺得感到驚訝跟不解 說好的超越絕對不是複製貼上 但是高雄市府呢 說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公共才用光來呈現 是一個很常見的手法 否認是抄襲 我們請教靜敏哥 你看到這個韓市長 他之前在高雄市的這個施政的時候 每次只要有一點點東西 就被這個綠營還有這個反對他的人 然後不斷地去扯他後腿 你再看看現在陳其邁的這個作為 有讓大家覺得像比照當時 韓市長在執政的時候那個規格嗎 絕對沒有 光是拿那個之前那個樓中樓的這個 陳中城那個大火事件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差別 真是天差地長之別 所以剛剛你提到說 這個德國紅點設計大獎的 這個2019年光之夜淡數 跟2021年的這個聖誕主燈 所以要變成明年台灣燈會的這個序曲 是 這個 這個不就是當初他們在批評的嗎 這個不就是他們當時拿來講的嗎 現在還可以用好用滿 然後把人家的點子跟創意 當時韓市長還記得他提出什麼賽馬 還有什麼賽車 就被這些綠營嘲笑 狂轟 對不對 然後說什麼千馬行空的什麼政 不管怎麼樣 人家是有心想要幫高雄市 帶來一個真正的一個 比如說觀光財 就像他當初喊的 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一樣 結果被綠營一直拿來當成笑柄 然後不斷地去嘲笑 但是在現在已經事情過了兩三年了 你回顧那一段時間 然後你現在把人家過去講的話 或是做過了一些東西 你拿出來作為這樣一個 挑剔人家的創意 這不是更不應該嗎 這不是更可比嗎 而且是無恥嗎 所以 我剛為什麼說 把陳其邁的狀況 放在當時的韓國瑜市長 高雄市政府 你可以想想看 會被批得多慘 那個放大經會放得多細 那個標準也太不一致了吧 光是陳中城你就知道了 還沒有人下台 就只有幾個官員 消防局長 公務局長 就沒事了 你看看如果當時韓國瑜在當市長 民進黨會怎麼樣修理他 會怎樣伺候他 然後綠營會怎麼樣照三昌的罵他 照三昌這樣子修理他 然後不斷地去羞辱 然後不斷地在議會 那些民意代表 那些不管是什麼 黃捷啦 那些高雄市民進黨的 會怎麼樣去 對付韓國瑜 所以我才說 這個事件未免太不公平了 所以剛剛其實看到 辮子妹去接訪這些民眾 我覺得其實聽了滿心疼的 很多民眾其實反映說 政治很黑暗 對 黑暗到 韓國瑜一生都是髒水 黑水 從他當市長的時候 被你們破成這樣 然後到他選總統的時候 破了更多是加倍的 到他現在出書了 他是開始走公益 或者是去做他想做的一些事情 你們還是要黑他 然後你看看反而被你們曾經罵的 這個高雄市政府 當初什麼霸函市君子 這些人進入了市政府 或是相關這個市政府 拿了一些市政府的資源之後 甚至在幕後操縱的人 都變成高雄市現在副市長之後 你們又做了什麼 We care 變成 I don't care 完全不 care 高雄到底怎樣 反正高雄大家有錢一起貪 有人有東西一起吃 有東西一起拿 難道變這樣嗎 這就是剛剛我聽到民眾 一個關鍵key word 政治太黑暗 黑暗到 一般人受不起 只有你們立營 能夠把它這個 完狠完殘到這種地步 連這種 這個燈會的 是觀光的一些題材 和這種東西 都可以被你們拿來 兩套標準不說 還可以拿來去把人家以前的東西 拿來合理化自己就可以用 別人不可以用 自己可以用 別人是爛的 我自己就是很棒的 然後就是一個idea 這什麼世界啊